各位 节目的最后呢 我来给大家推荐一部好戏 你想知道什么叫爱的痴狂吗 你想知道什么叫爱的死去活来吗 江苏卫视今晚隆重开播的轻功大戏 《清晨绝恋》绝对会给你答案 《清晨绝恋》中 何盛明继续玩转古装style 这次他化身静宣王爷 得到了李盛所饰演的美丽哥哥的真爱 但在剧中 俩人的爱情之路却是苦难重重 即痴狂 虐心 苦恋为一身 受尽爱情折磨 最终也没能让这段美好的爱情画上完美句号 当时演这场戏的时候 差不多三天吧 就没有反过来 他演完那场戏之后 连续三天 他都跟我们说他嗓子全力打 他的呼吸都不顺畅 连续三天的之间 他整个那场戏把他整个人都 就是 偷空了 美丽哥哥与之前李盛饰演的小燕子反差巨大 李盛表示 自己不想出演重复的角色 美丽这个角色前后性格反差较大 让他也是过足了戏影 当这个四眼碰上小燕子究竟会碰胀出怎样的清晨绝恋呢 另外啊 我听说这里头还有我一从小就特别喜欢的演员叫潘盈子 听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点都没老啊 逆生长 不科学呀 所有的疑惑呢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锁定江苏卫视 千万不要错过了